欢迎订阅本频道带你了解国语最新比赛动态 北京时间2月18日 2024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展开争夺 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队和马来西亚队 本场比赛中国队连胜三场 3比0战胜了未免冠军马来西亚队 首都亚洲羽毛球男子团体锦标赛冠军 翁弘扬21比19 21比17两句好 首局比赛翁弘扬在前半段确立领先 带着11比8的优势进入技术间隙 中断过后双方争夺非常激烈 翁弘扬21比19惊险赢下首局 第二局比赛翁弘扬再次带着 11比8的领先来到技术间歇 后半段翁弘扬扬心态21比17再胜一局 谢浩南 曾维翰21比16 16比21 23比21谢定峰 苏伟毅 首局比赛谢浩南 曾维翰 在前半程胶着的情况之下 在后半段发力拉开分叉 21比16赢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第二局比赛谢苏组合找回状态 从前半程就开始领先 后半段谢浩南 曾维翰无力追赶 16比21被对手拖入决胜局 决胜局双方争夺非常激烈 谢浩南 曾维翰在关键分上顶住了压力 23比21成功赢下决胜局 帮助中国队大比分2比0领先对手 雷兰西21比10 21比14有洋 首局比赛雷兰西打出4比0的开局 此后他又先后打出一波连得5分和连得7分 一度19比6领先对手并以21比10轻松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5比5之后 雷兰西逐渐将差距拉开 11比8进入技术间线 后半段雷兰西一波连续得分 16比8将分差拉开到8分 此后对手无力追赶雷兰西21比14赢下了第二局 最终中国队以3比0的大比分完胜东道主马来西亚队 成功拿下了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 恭喜中国队夺冠